气泡饮料商品最近在饮料市场上受到瞩目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天然食品的需求 大理农会、外普区农会跟洪光科大产学合作 利用了荔枝、水蜜桃跟葡萄等水果 开发气泡饮 同时也推出了充满果香的双麒麟 让消费者在产季游半的时间 也能享受到在地美味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创造农民收入 按下启动开关 气泡饮市场的胜利军诊实亮相 大理区农会与外普区农会 一起跟洪光科技大学合作 推出水果气泡饮 除了增添农产价值 也要将当季的水果风味 延续到一年四季 兼能享用 我们现在都是利用我们在地的一个农产品 就是说帮助我们在地的农产品的一个行销 尤其是我们的水果的部分 都是不能久放的 所以说我们会利用一些比较列果的部分 刺激品的部分 来做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饮品 大理和外普农会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产学的合作的计划 可以真的把老师的研究经验 把它落实到农产品的加工 那可以让它变成上市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模式 可以未来对农民的一些经济价值的一些增加 还有我们学校的落实大学的社会责任 都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 除了气泡饮这次大理农会还推出了 荔枝与水蜜桃双麒麟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果香 是研发团队辛苦调整比例的成果 而双麒麟独特浓郁的口感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赞赏 一开始我们有试用牛奶的配方 但是这配方不适合荔枝跟水蜜桃 所以我们后来有调整配方 那最重要的是香气 第二个就是糖酸比 那经由我们测试之后 大概十几二十次之后 这个糖酸比我们有试成功 那也有交给厂商进行大量生产 它里面有浓厚的水蜜桃味道 再加上牛奶的香味 把那个水蜜桃的味道呢 非常的浓郁这样子 这是荔枝口味 非常特别 我自己是吃到荔枝的双清零 非常好吃 大理农会与外埔农会 分别用荔枝水蜜桃和金黄葡萄 做成气泡饮等产品 还有共同联名推出蜂蜜气泡饮 将传统农产品用更新潮的方式呈现 要为农民打开更大的消费市场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道